做事情没关系 你尽量去做 别放在心上 那就是佛菩萨 映画这世界 凡夫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心上有 他常常想着 佛菩萨心里不想 心里不想 事情能做好吗 能 心里不想 做出事情是智慧 心里想着事情是知识 知识做得不圆满 又合一阵 所以什么都不想 到时候来说 自然方法会用得非常正确 自信 清净心 流出来的智慧 那我们智慧 流不出来 就是想的太多 飞翔不苦 人家请我们去讲 我讲什么 预先好好想一想 这是意识心里都流出来 什么都不想 那自信流出来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答问 人家提问题 马上就回答你 没有通过思考 也没有准备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或者在讲言的时候 一个大题目 那这个大题目 不是预先一定 这是佛法 这是中国传统 讲求智慧 不讲求知识 这个道理要懂 心越清净 就越聪明 越有智慧 忘念越多 就越擦 只有知识 没有智慧 这个一定要知道 不求 你所需要的 自然成就 所以不需要求 求反而不得 不求呢 一切佛福尚满 自然成就 得来全部非功夫 这个好 身心 身世 圆满成就 自己 心念 跟佛法 完全相应 我们的心 住在阿弥陀佛 住在三福 六福 三学 六度 水源 正感 念念 为众生 我们也有一个念头 为自己 与佛就相应了 这一切 就会跳起来 祝福 我们 先帮忙 都还可以